当然写法有几种 如果说我们用刚刚的那个202 刚刚正在202体里面的概念 如果说能够被整除 比如说能够被3整除 能够被5整除 那就是它的倍数 那同样的道理 如果是能够被1整除的话 那势必就是它是奇数嘛 反之就是偶数 所以如果说我今天 假如说用同样的概念 比如说我这一题 我希望把它改一下 一样是1到99 可是我希望13579 奇数加完之后 帮我输出一个结果 24680到98 帮我输出一个结果的话 那我这个程式该如何改写 特别注意哦 如果说我今天 用那个刚刚的 这个百分比符号 %这个来做 这个的话 其实特别注意哦 你就势必就是说在回圈里面需要加一个一幅的叙述 所以你会发现以后在回圈里面 通常会加上所谓的逻辑判断 那有点像是一个输送带 一个好像工厂的那个 没有一个一个一个产线 然后他就一直跑一直跑 然后反正他就等于是说 上面就会有人在那边做判断 到底要放什么放什么放什么 有点类似的概念 只是说你会发现现在工厂慢慢人都不见了 现在也是慢慢改成自动化处理的 甚至会把AI的那个概念加进来 也许里面的话会有影像辨识等等的 那这里的话一样的道理 一个回圈 我们里面可以加一个if的逻辑判断 如果什么呢 如果I这个值 因为I这个值它会不断变 它会是1、2、3 根据这个range里面给的值 一直到99 那如果说我今天这个I的值 假如说除以1之后的结果 假如能够等于多少呢 记得等号一定要两个 等于 假设等于0的话呢 那表示说 应该是除以2吧 除以1每个值应该都 所以除以2之后呢 如果被整除的话 或者是说除以2之后于1的话 那当然我们的结冒 如果说我今天除以2之后的余数为1的话 这个叙述是如果除以2之后的余数为1的话 那我给它一个累加的动作 OK 那累加的动作的话呢 基本上就是 sum 等于sum加I OK 那可是你会发现 这个时候的话 假如说我这输出的话 变成这个什么 假设这个地方 只有基数的 因为余1嘛 就基数 基数的结果的话呢 那就是这个啦 所以我把这个基数结果 现在直接执行的话 2500 OK 那可是问题 如果我假设偶数也要的话 那偶数也要的话 特别注意 那就是要多一个什么 else 反之 OK 那反之 如果说呢 除以2之后的余数 假如不为1的话 那应该就为0 就是整除的话 那理论上应该就是 跑到那个else这边 所以有两个通道 一个通道是基数 一个通道是偶数 可是问题来了 因为我们这个只有sum的话 假设只有一个变数 你不能说两边通用 假设你这边 也叫sum等于sum加 那累加起来你会发现 结果 会 假设 不是啦 那你会发现 两边的结果都一样 再来就偶数嘛 所以要解决这个问题的话 如果这边执行的话 应该是 两边都4950 不对啊 因为你跑这边跟跑这边都加嘛 那最后输出 所以哦 这边的话 理论上 我们比较好的做法应该是 把sum 分成两个 一个叫sumA好了 一个叫sumB 那sumA的话就是基数 sumB的话就偶数 那这样就分开了 所以哦 如果是 基数部分的话呢 那我就用sumA去累加 如果呢 他是偶数的话 那我用sumB去累加 OK 那将来输出的话呢 那我就基数是sumA 偶数的话呢 就算B 那这样的话呢 就等于是分加了 如果是基数的 你就基数加 你偶数偶数加 那输出的话呢 变成我就分两个不同的变数 那输出 就会各自有各自的结果 我们输出给 对 你会发现 基数是2500 偶数的话是2450 OK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可以这样来处理 那当然 不是唯一一种方法 也就是说 你将来如果说你写 第一个方式 OK 那如果说你假设 可是我如果不想要用这种方式来做的话 那我可不可以用别的方法 其实另外还有别的方法 方法一 那方法二的话 其实我可以想到 如果我今天我不要用 这个方式来做的话 其实另外还有一个方法 我们可以怎么做呢 可以在哪个地方 做一点变化 其实可以这样 你可以 多一个叙述 也就是说呢 在range 特别主要range 第1个参数 它是哪一个值开始 第2个参数的话呢 是哪一个值结束 所以它会在结束的前一个 产生到前一个 就是1到99 那在第3个值 预设如果是 没有的话 那是1 意思说 1 下一个2 下一个3 下一个4 那假如说呢 你今天是13579 这样的跳的话 那跟各位讲 你第3个参数 你可以再 输出多少 输出2就可以了 那也就是说 第3个参数 一般我们叫step 就有点像那个vba里面的step 也就是你可以间隔多少 那如果你这样做出来的结果的话 那其实理论上 那就会得到 如果我们用刚刚的程式来改的话 那理论上 就是sum a 有没有 sum a的话呢 那就是等于是 激素的结果了 OK 那把它执行一下 有没有 激素部分就OK 那你想说偶数部分该怎么做 特别注意啦 偶数的话 变成说你要多跑一个回圈 也就是说 如果你假设用这个方法来做的话 用step来做的话 那你就变成说 你可能就不能够 让一个回圈跑 两个 这种 计算的需求 也不是很困难啦 你就直接把第二个 这个部分改什么 改成从2开始 刚刚是13579 那如果你这边从2开始的话 下一个就4 24680 然后一直跳到98 就停下来 这边当然你把这边 sum a改成sum b sum a改成sum b 那当然也就OK啦 所以呢 方法2 就是怎么用两个回圈来跑 那至于哪个简单 我是觉得啦 当然我刚一直强调 我把它执行看看 结果应该也OK 2450 你会发现两个方法做出来结果都一样 那至于哪个方法 比较OK 那当然我是觉得啦 以个人还是自己习惯为优先啦 如果你觉得方法1 你比较好理解 那你就用方法 那我自己习惯啦 好像用方法1会 感觉会比较简 一般会比较常用是方法1啦 OK 所以请各位先试试看 把刚刚的1加到99 改一下 那改喔 记得改两个方法 方法1的话 就是 用那个求余数 的部分 那我有把那个最后的 这个方法结果放在云端上 你可以参考那个 这个第一页里面 方法1 就是用除以 2之后的余数 1 那就是 G数 反之就余数 那方法2的话呢 就是跑两个回圈 那请各位试试看喔